Hello 你好呀 我是Rosa 欢迎你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 也算是2020的一个小小的总结吧 但是今天的主题就是会 集中于眼影盘和腮红 因为这两类相当于我有很多很多种类 然后2020我经历了一年的no buy 然后这个视频就是想跟大家说一下 我用的次数最多的 我真心超级爱 完全holy girl top 5 然后我从1月份到12月份 我就有两个list 一个是给腮红的 一个是给眼影盘的 然后我每次用一个产品 我都会在下面画一道 所以我把它全部加在一起了之后 有几个产品就是名列前茅 所以我希望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我们开始之前 我非常的想要说一声 非常感谢大家订阅我的频道 然后我现在已经有超过100个的subscriber了 然后我真的超级激动 这真的是我最好的一个新年礼物了 好吧我听别的博主讲这个感谢的话 我觉得OK I get it 但是我自己讲的时候就感觉好像真的还挺不好意思的 不过anyway我就是想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非常非常感谢你们的陪伴 其实我在YouTube也没有说想要做大做强什么的 但是就是希望对美妆的这个爱好 还有想法跟大家分享一下 然后交个朋友 就是在这个平台上面 我也有看到很多人给我的留言 一个个的我看都有回复 然后我也非常感谢你们的关注 还有这一期的陪伴 希望2021年就会一直有你们在 好肉麻 那我们就赶紧开始今天的话题吧 我是自愿的发起了 就是2020的这整一年的所有化妆品都白 现在看我的collection来说的话 我已经非常的可以了解到我到底喜欢什么 变化了我的makeup preference之后 我现在喜欢什么 而且我也做了一系列的记录 比如说我有project pen的记录 用了多少次 然后东西用的如何 我到底喜欢什么样的类别的product 我也发现2020的整个makeup preference 也已经慢慢在变 就可能也是因为pandemic的原因吧 反正我什么高光啊腮红啊那种 就会慢慢的喜欢偏淡一点 我还是比较喜欢大地色 因为我发现couton会在我的脸上比较显脏 但是我会更加的不喜欢用一些太耀眼的颜色 比如说大红啊 大紫啊 大蓝啊那种的话 我用的是越来越来越少了 今天的话就想跟大家分享我top5用的最多次2020的眼影盘和腮红 先说眼影盘开始吧 我第一个用的最多次的眼影 是NARS的一个双色眼影 色号是color hurry 看我别的视频的同学的话 应该也都非常了解 所以我真的超级爱这个眼影盘 我是2019年2月份的时候进入我的collection的 到现在为止这个金闪的颜色已经被我用到铁皮了 另外一个紫色也是非常一个大的dent 我2021给自己的目标就是想说把这个紫色也用到铁皮 但是它这个盘其实非常的深 所以我也不知道能不能达到 这一盘我用的是最多次的28字我完全没有意外 因为它是一个非常百搭的高级妆效的一个盘 有的时候我可能就这个紫色全部的眼睛就打个底就可以出门 或者说是任何一个比较深一点的雾面 或者说是珠光色然后再叠加这个金色香槟色 不是那种bling bling的闪是那种非常高级低调的闪的一个眼睛深邃的感觉 我也希望在2021年可以有更多的usage吧 第二名我用的最多眼影盘是这Vizier的Warm Added 我是8月份19年买的这个盘 2020年一共用了26字所以是我的第二名 它里面是非常compact一个手掌大小的一个盘 然后里面一共有12个颜色 还有戴一个镜子一个防飞粉的一个塑料套吧 所以它是非常适合往外带的一个盘 我重新rearrange了一下 我就从最淡的一个雾面色一直到最深的一个雾面色 然后下面这L型的一个是珠光色 我觉得我为什么用它那么多次 首先它整个颜色的选色是我完全非常非常喜欢的 它有大绿色有棕色有橘色 再加上它有很好看的珠光色就是紫红啊金色啊棕色啊 还有我最喜欢的这个颜色是一个那种人鱼剂的颜色 然后这个pensize又是刚刚好一个刷子可以沾到的样子 Vizier的Form Edit这一盘让我每次画出来妆效都觉得非常深邃 有一种活泼的感觉但是又不失成手感 第三名我用了25次的是这个Natasha Denona的Mini New Palette 我是8月份19年入手的 这里面也可以看到我其实很多这两个珠光色我都用的比较有坑了 这个用的少一点 这里面我最喜欢的一个颜色就是这个金棕黄色吧 有点dual chrome的感觉 它上演之后有一个角度是看的比较深一点 然后另外一个角度是放一些很copper很亮的一个颜色 我可能用那么多次的原因是它实在是太方便了 然后整个跨度也非常的好 眼妆的各个要求对于我来说就是大地色系的话 这个是完全可以达到的 而且它的粉质真的无可挑剔 再加上里面有一个我超级喜欢用的 就是我每次拿起它来就是必须要告诉自己 不要再去用那个珠光色的这样的一个颜色 跟之前Vizier的那个人鱼鸡色是一样的 真的是特别戳我 然后它的雾面的粉质又非常好的晕开 无论多烂的刷子多差的技术 我觉得它晕染的效果都是非常美的 第四名有两个眼影盘并列 都是用了24次的在2020年 一个是Too Faced Gingerbread Extra Spicy 是去年的年莫出的一个限量版的盘 然后 Sorry 然后还有一个是Pammergrass的一个之前卖的小盘 首先讲这个小盘吧 因为我发现我爱用的这几个盘全都是很小支的 我发现在就是size的compact程度 我会比较偏向小盘 多个大盘吧 我还是希望有一个range 然后有一个多功能性 然后再加上有镜子啊 可以带出去方便啊之类的这种感觉吧 所以我这个第四名也是一个小盘 就一看的话 其实也可以发现我用的挺多的 这两个颜色 还有这个颜色 就珠光色都可以看出来有坑 真的我很喜欢 一般我就是这一个雾面色 然后再加上其他的这三个的珠光色 然后打亮是用这个颜色 黑色我用的很少 但是因为我几乎所有的眼影盘里面只有这个是纯黑的 雾面黑 所以我之前有一次万圣节做那个骷髅妆的话 也是用这个 我觉得还是比较handy的吧 但是就是日常来说的话 我用黑色的加深还是比较少的 但是其他这五个颜色真的太无可挑剔了 特别是下面的这两个一个紫色 一个玫瑰金的颜色 真的特别高级 我也是因为这个盘 就是他们都说这不是pimergraph的一个粉质 但是我都很喜欢这个盘 我觉得这个盘真的 就这个珠光色非常浓郁 然后上眼睛之后 它只要一沾染 就是拿手指一上的话很饱和 就几乎不需要叠加的一个颜色 人家一看就会说你眼睛很漂亮 你眼睛今天这个颜色很特别 然后很正 有这样的一个特别之处吧 觉得pimergraph如果正常的眼影盘的话 我都不知道还能好成什么样子 所以我就非常非常好奇 我2021年没有nobby的话 我应该会去买一盘pimergraph的眼影盘来尝试一下 另外一个用了24次就是这个gingerbread actual spicy 它里面也是因为有很多颜色很戳我吧 它有几个非常stand out的颜色 就比如说这个粉色 粉的珠光色 然后这个candy queen的一个黄色 然后它的外面色都超级好晕染 还有这个我最喜欢的是drizzle it这个粉色 我发现粉色可能上我眼的话就觉得特别温柔 然后有种很romantic的感觉 反正粉色的珠光色如果做得好的话 我还是挺喜欢这整一个盘的 但是这个盘里面也有一些问题 就比如说有一些珠光色它明显的 在配色的时候就在盘里就是那种颗粒非常大的 我就不怎么用它 但是in general来说它的雾面是好晕染的不行 非常显色就typical的欧美盘 然后再加上珠光色有几个非常搓我的 它的整个shade range也特别好 然后我又是很喜欢暖色调的 所以这简直就是搓到我 所以我去年的时候用了它24次 是我的第四名 第五名在我这里用的是22次 是用的是urban decay的这一盘 这个好像是我在19年年中有的盘吧 所以相当于时间还挺久的了 特点也是很好戴出去有一个镜子 然后它的颜色太完美了 就是有这个盘我感觉你都不需要太多别的盘 但唯一的有一点就是它的颜色会珠光色会偏深 就是花出来的妆呢就有点烟熏深邃 然后比较秋冬的感觉的 我觉得夏天用它的话有一点点局限性 就是要不然就是这几个copper shade还可以 比较闪一点 但它的雾面的range真是非常好 都是大地的 然后有一个这个粉色的跳脱一点 做眼眶色也非常特别 然后它两个那个眼头达亮 还有眼影的这种闪光色的话 我这个都已经用到铁皮了 第二个颜色stranded是非常好看 没有什么太多可挑剔的 对于我这个比较喜欢深邃一点高级的 雾面好晕染 珠光很深很饱满的一个颜色色调的话 这个born to run我真的是没有什么可以挑剔的 我觉得它是urban decay经典中的经典 我也是非常的开心它在我的collection里面 所以我去年这个是我的第五名 共用了22次 OK下面进入腮红 腮红的话要不然我倒着来说吧 从第五名说到第一名好吧 第五名我有两个腮红都是用了21次的 是这两个腮红 一个是CIT London的Into Deep 还有一个是非常网红的Laura Mercier的Gingers 这两个腮红其实没有什么说共同之处吧 就是它会比较偏movey一点深一点的紫 然后它的金闪会比较多 Laura Mercier Ginger这是一个纯雾面的 但是非常轻盈粉 超级细的一个桃色 所以这两个风格迥异 但是我用的都还挺多的 如果说那天想上妆的时候 不想要腮红的颜色太过突出 然后想要突出一下眼影的颜色 但是又想要我的脸上有一些光泽度的话 我就会选择像这样的腮红CIT London的 如果说我希望当天的妆容比较活泼 可爱有一些血色的 然后又不想要太有光泽感的话 就是Laura Mercier这个 还有一个也是用21次的第四第五名 是NARS的Orgasm这个腮红 我上Orgasm这个船的时间已经有点晚了 然后我一直gap到那个high 我想说我这么pink 好pink 为什么会有人喜欢 但我发现它其实上脸之后是很温柔的那种 而且颜色不会说特别的挑 然后再加上这个compact 非常的方便 又有一个耗塞的高光 我很喜欢 所以经常把它一旦是短期出行 或者说是什么的 总会把它带着 所以它用的次数也挺多的 我很推荐这个compact 第四名我用了22次的腮红Cover FX的肥皂盒 您看出来我很喜欢这种桃色 嫩一点的这种颜色吧 我特别喜欢就是珠光这一面 我也是把它作为我2021年的一个 要去多用的一个目标吧 但这两个叠在一起 我简直是绝配 超级温柔很漂亮 我觉得如果只用雾面的话 它这个雾面没有Laura Mercier这么好看 就有一点没有什么活力的感觉 但是加上这个光面了之后 就觉得脸上 Oh you bring to life 第三名我用的腮红 是这个小花腮红Cleanit的 我的色号是04号Plum Pop 它其实这个花的这个印记 已经有一点点被磨化了吧 但是我觉得要把它整个磨瓶是 I don't know 可能我孙女拿到这个传家之宝之后可以吧 它的粉质还有它的这个持妆效果 在我这里是简直是绝美 而且这个色号在我的collection里面 是很少的 我没有什么特别紫的腮红 这个是唯一一个 在去年用到23次之多 Cleanit的彩妆我发现之前没有什么人说 但是最近我听到越来越多博主 就是推荐他们的某些单品吧 对我来说我可能对这个品牌产生了一些兴趣 所以我以后可能也会多去尝试他们Cleanit的彩妆品 说不定可以发现一些隐藏的保障 第二名用的腮红就是这个 Mark Jacob的色号是506 Flash & Fantasy 这是我19年年底的收入的一个 它非常的高级 大概是有一面很大的镜子 然后它有一个遮挡 然后每次打开来用的话 就是你可以选择你的刷 放到哪边就会腮红显色多一点 还是会有一些性感的高光在里面 在2020年用了25次 它在我这里就是非常的温柔 然后这个颜色真的是搭任何的衣服妆容 我觉得都是OK的 就是虽然说它中规中矩吧 但它总超过我其他的一些 这么这样的颜色的彩虹 我觉得就是因为它有一个高光在里面 我一般喜欢就是叠在这个三分之一的这个位置 就是有一点点红 然后我很多高光那种 我还是比较喜欢我的脸上有一些光泽感 因为苹果 毕竟苹果肌没有说是特别的蓬润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可能是要不然前一时觉得它很贵 我要多用 还是因为它真的好用 这两个原因加在一起 我就是被我用的是第二名一共25次 我觉得Marie Jacobs的这个腮红 如果说在打折的时候去入是非常值得的 它的原价有点太贵了 性价比很低 但是这个产品是好的 最后说到第一名 我有两个并列第一的产品 都是我去年用了27次的 首先一个是这个Hourglass的 是Diffuse Heat 被我列入2021需要多去用的一个产品 我希望看到一个更大的深坑 今天我脸上也是用的这个 它的显色度真的非常的低 也就意味着我可以黄去戳刷子 然后是上脸的话也不会说太过 但是因为它又有这个五花肉高光在里面 这种提亮的感觉 我是非常喜欢 Hourglass的高光又就这种粉它 又不像粉一样 就是活力还有你皮肤很好的这种感觉 就是有一种柔胶感 所以它在我这里呢 用的次数也挺多的 而且我也是比较dedicated去用它 Hourglass的产品 我觉得我可能以后会去多尝试吧 但是它对我来说它的price point是有点偏高的 我有点这个坑我是有点怕跳进去 因为我怕多尝试之后我就会出不了这个坑 所以我还是在比较小心翼翼的就是慢慢来吧 最后一个第一名的也是用了27次的是这个Benefit的盘 就有点像作弊啊 因为它里面有三个颜色 所以拿其他的次数毕竟option会多嘛 然后又因为带出去的可能性会比较大 但是我这里面有Dandelion Rock Rockateur 还有Galifornia这三个彩虹的颜色 我很喜欢Dandelion这个颜色 在我脸上一开始我觉得 哇这么浅 怎么可能显得了色 但是后来发现它真的是有种蓬蓬感 就是那种很年轻很有活力的感觉吧 然后另外两个颜色都是属于比较 对我来说比较中规中矩的 这个Dandelion呢我是用了很多次 它这个字都已经有点被我磨到了 这个好像是Alta的一个exclusive 就是这样的一个组合盘 但是我觉得非常的值 它有的时候还会打折 我买的时候好像是10多块钱还是20块钱 就有三个benefit blush 还有一个bullet bronzer 我觉得是很值得 而且它又很compact 有个小镜子 戴出去也非常的方便 那今天小小的2020分享就到这里结束 我知道就这些产品 虽然不是2020的一个新款 但是我觉得大部分都是一些比较经典的款式 然后分享一下我的用量 还有我对它们的感受也是有参考价值的吧 如果你有什么想跟我说的留言的话 记得在下面告诉我 喜欢这个视频的话记得点个赞 如果以后就想看到我出的视频的话 记得关注我 我每周都会出新的视频 我是Rosa 那就我们下期星期再见了 拜拜